正得空向的人 心是不会卡住 叫做无智 智就是三点水 在一个带 它是不会停止的 就像这个水沟通 水沟通 才不会卡在污染的里面 卡在这个观念里面 就是污染 就是水沟不通 水沟不通就是臭 水沟不通就是臭 一个人卡在观念里面 贪嗔痴里面 它就会臭 臭就是 它的人格表现不出来 我好就好 整体性伤害没有关系 开悟圣人不一样 它整体性出现的时候 它不会断面 它污染着 它也无所求 它的心也不会卡住 就像臭水沟 水沟为什么会臭 水不能流动 对不对 水流动的话 水沟怎么会臭 所以我们为什么卡住 台湾话来讲 你这臭心肝 就凹落心肝 所以说卡住了 台湾话很有意思 你这臭心肝 你的心很糟糕 很烂 很臭 就因为心自私自利 卡在 我好就好 其他人不管别人死活 所以圣人正德的空 有整体性 它就流动性的 无挚爱的 没有挚爱的 我们好不停的 我来看看 我来听到